現在距離退休時間越來越近了,有沒有後悔?大家都很期待 後悔不會啊,話是我講的我怎麼會後悔 那之後有什麼規劃嗎? 規劃?休息吧 先休息一陣子再說吧 太早談這個了吧 風哥剛剛有特別講到說,就是因為是做公益,希望球迷可以把球場做滿,可不可以這個地方再幫我們呼籲一下 當然希望更多球迷來看球隊打大賽,因為畢竟一年才一次,大家把球場做滿,再打合比較有力量 風哥上次參加球隊打大賽是2006年,你還記得當時的情形嗎? 我知道,我記得是不太記得,然後就參加球隊打大賽 對,然後因為那個是蠻累的一個比賽,因為你又不斷的打 對,所以要足夠的體力 風哥,因為今年狀況不錯嘛,那為什麼沒有想說要參加正賽? 就是正式的全球隊打大賽比賽? 那麼多人會打,我去參加,我一定不會贏,我去參加幹嘛? 沒有啦,那給年輕人去參加比賽,因為那個身體負荷太大了 好了嗎? 風哥,第二次參加球隊打大賽就是最後一次,會覺得有點可惜嗎? 不會啊,不會可惜啊,怎麼會可惜? 就你覺得很可惜 喔,那謝謝他們 那有想要反悔嗎? 我剛剛就講過了 對 那可以另外再問,之前其實在旅美時期也參加過小聯盟的影星賽 你有印象深刻的事情? 在當時 深刻喔? 因為可能吧,只有一個台灣人吧,其他都是美國人,西班牙人,所以我比較深刻 是他們對我比較深刻 那風哥剛剛有提到說,就是這樣全球打大賽會比較好體力,那是有做什麼樣的準備嗎? 沒有,他們打五分鐘的比較好體力的,所以我打五顆還不會,所以我還好